从昨天开始 为期两天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在立陶宛召开 在峰会召开前 各方预计这将是聚焦俄乌冲突的大会 可实际上除了乌克兰角色 在北约峰会发生变化之外 中国相关内容在北约峰会联合公报里占到322次 创下历史记录 所以这不是一场离我们遥远 与我们无关的峰会 围绕北约峰会的报道 国内媒体最集中报道 从而顶上热搜的是北约成员国达成全员一致 同意取消对乌克兰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要求 我注意到国内主流媒体 对北约这一决定都没有深度分析 不过都陪上了泽连斯基 被北约领导人集体冷落 风中独自凌乱的佩图 于是在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的评论区 许多网友很解气 认为这是北约国家脚兔死走狗烹的行为 泽连斯基与乌克兰被北约忽悠 付出领土与巨大人命伤亡 最终被终止加入北约流程 成为最可笑的棄子 说实话 我对北约与乌克兰的利用关系 也是这个观点 可是绝大多数老百姓对这个新闻理解反了 也把北约的局看浅显了 真实情况是根据北约章程 任何一个新国家要加入北约 流程都很复杂 要经历几年时间 最主要的流程就是先要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 按照北约章程对国内进行法制 军事 人权等领域的改革 最终符合条件 接受审查了 才能进入北约成员国投票是否赞成缓解 北欧的芬兰与瑞典 原本就是欧盟国家 并且政治 经济 价值观都与北约国家高度契合 因此从申请到加入也就一年多时间 可是乌克兰作为传统东欧国家 参加成员国行动计划对国家进行根本性改革 从而达到北约章程的硬性规定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次北约国家同意取消乌克兰参加成员国计划 一眼看上去好像是北约集体拒绝乌克兰加入 真实情况是 北约国家这次峰会以决议形式 取消了成员国行动计划 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最硬的阻碍 相当于给乌克兰开启了加入北约特施特办的流程 而国内主流媒体都不解释北约集体决议的内涵 导致绝大多数网友看一眼完全理解错了意思 当然我为什么称这次北约峰会是高端局呢 因为北约在联合声明里 为乌克兰扫清了加入北约最难的障碍 将乌克兰加入北约从遥遥无期变成随时刻意 很显然是为了安抚泽连斯基 给全体乌克兰人继续挂上毛驴眼前的胡萝卜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转圈拉木 替北约用生命消耗俄罗斯 不过这次北约峰会最精明的在于对比以往峰会 对泽连斯基这位绝对C位的核心确实有所冷落 北约国家的高端局 一方面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流程简化 让乌克兰感觉随时刻意 可是这个随时的不确定性 以及可操作性就更大了 泽连斯基参加北约峰会前 最想要的两大诉求 一个都没有实现 一大诉求是泽连斯基希望这次北约峰会 集体公开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这并不是马上加入 只是一个集体邀请 给俄罗斯针尖对卖王的信号 可是这次北约峰会联合公报 压根媒体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事 只是用简化流程 承诺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 来扮演欺负姑娘而不明确负责的渣男形象 泽连斯基的第二大诉求 是希望北约如果不集体公开邀请 只说乌克兰未来能加入北约 那至少给未来一个期限吧 也就是泽连斯基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的 希望北约峰会给出乌克兰加入北约清晰的时间表 结果这次北约峰会既不发出邀请也不给出时间表 最终用扫屏流程障碍 未来随时可以来忽悠乌克兰 这确实体现了北约这帮老流氓国的心狠与守黑 所以即便这些北约国家知道乌克兰加入北约 只是忽悠乌克兰小号俄罗斯的一个借口 但是现阶段还是要扮演简化流程 让你更容易加入的角色 而不会像许多网友想象的俄罗斯还没耗死呢 就提前杀狗 这是把北约的局详遣了 我称这场北约峰会为高端局的第二个理由 是因为这场峰会真的应该让一些人清醒了 现阶段俄罗斯并没有溃败 只是打得很艰难 北约就敢于在峰会里大谈中国威胁论 要不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场坚定地顶着 这次峰会 北约就要决定开设日本或者韩国办事处 正式挺进东亚 杀到我们家门口 最近一段时间 随着俄罗斯进展不顺以及国内出现兵变乱象 咱们国内网络上污粉的气焰嚣张了数倍 他们公开的理由当然是维护正义 抵抗侵略 可是这次北约峰会 在俄乌战场胶着 胜负未分的情况下召开 北约对我国的獠牙就已经疯狂撕咬 不屑隐藏了 如果真是在俄罗斯崩溃或者兵败情况下 失去制约的北约面对我们又是什么嘴脸 今年4月马克龙成功访华后 我国与欧洲的关系在逐渐恢复正轨 随着布林肯 耶伦 克里的先后访华 中美关系在剑拔弩张中会寻求张弛有度 断期是荡松一松 可是这场美国主导的北约峰会 在俄罗斯危险依旧紧迫的情况下 就昭然若揭地宣扬中国威胁论 就公开与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开设分会场 对于北约挺进亚太如此紧迫 都说明美国军事威胁我国的路线不会动摇 我们以前常说 俄罗斯倒下 下一个就轮到我们 现在的真实情况是 俄罗斯哪怕不倒 只是稍微不顺 我们要承担的北约压力就要嚣张数倍 这次北约峰会 对中国威胁论 中国经济胁迫论 中国军事非公开扩张论 一共300多英文词的总结与攻击 让我们彻底认清 今天的北约 依旧是24年前 向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射出导弹 摧毁中华儿女生命的那个北约 这场北约峰会被忽悠觉得泽连斯基 既没收到邀请函 也没得到时间表 却依旧只能抱着要啥自行车的心态 继续忽悠乌克兰国民死战 这次北约峰会对中国的强硬指责与敌对态度 也让我们对俄乌冲突回到最初的原点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针对北约峰会发表公报无端指责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北约峰会公报有关内容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冷战已经结束了30多年 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 却依旧抱持零和博弈 对抗思维 无视国际社会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呼声 逆潮流而动 开历史倒车 不得人心 也注定不会得逞 汪文斌强调 北约声称是区域性组织 却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 加速东进亚太 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 却鼓动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 不停越界扩全 到亚太地区挑起对抗 北约宣称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却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干涉别国内政 卷入多场战争 贩卖安全焦虑 唯恐天下不乱 殖民于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强化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中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 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 中国从未侵略别国 从不搞代理人战争 不在全球开展军事行动 不以武力威胁他国 不输出意识形态 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不组建 不参与军事集团 通过法律形式对外宣布 不以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不语言 不仅 乱想 只要遥 尝诺